你们最近家有没有感冒出来的 没有 查个血是没有看到有没有感染的 查个血 她是一躺下去疼 嗯 一站起来就好 站起来就好一点了 这啥原因呢这是 我就这样子一躺 我都出来穿 然后我这样子你站一下 我就不怎么特慌了是吧 嗯 先查一下吧 先做脑CT吗 脑CT 然后查个血 嗯 脑CT看得清不清楚可以了是吧 清楚 一旦做个核词呢 不过核词不知道能不能做上 核词的话比较清楚 而且不做也没小 一旦做个CT看也没问题 看不清再做脑CT 要核词 行也行 行行 做CT吧 好 咱们变成女孩了 阿姨可温柔吗 没事 阿姨特别温柔 没事没事 嗯 有那么害怕吗 阿姨可温柔了 没事 没事 没事不疼米官 嗯 嗯 真棒就已经好了 哎呦你看一下都没动它 嗯 好嘞 阿姨到的真快 你别动 好 咋 不疼吧米官 疼 疼什么疼 哎好 我这打过解测针了 你抽血抽了好解测 先穿上衣服 穿上衣服 坐脑 再会按一会 稍微 最少按五分钟 嗯 躺在这里面是吧 对 好 那头发呢 头发呢头上的发牆有没有 去掉 带铁子都去掉 挺好玩的 好玩吗 挺好玩的 嗯 挺好玩的 他开了牆 啊我 我不知道 多长时间出结果 大夫就没说呢 不是刚出来了 该会去问一下 我们刚从医院出来 带小家伙去看了一下 这个头的问题 他头疼 昨天晚上一直头疼到半夜 四点钟 然后今天呢是 嗯 上午好多了 然后中午那时候又开始头疼 我一看不行了 所以带他 到医院 我们过来拍了一个片子 脑CT 化炎了个血 本来说今天下午直播的 然后也没直播成 孩子的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是吧 嗯 他是这样的 半年之内头疼了四次 嗯 跟新冠的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跟孩子都养过嘛 跟新冠是没有啥关系了 嗯 但是呢 养过就不要了 你的意思 不是啊 他没有别的症状 他没有任何的症状 就是光是头疼 他这个头疼就像是 有拳头这样 撞他 打他的那个太阳血一样的 他这个应该是那种 神经性的头疼 知道吗 神经性的 我问了一下 我身边的有诊所的大夫啊 就说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是 颅内 颅压膏吗 什么回事说的 什么颅压膏 就是神经上的问题 今天来了以后 星期天嘛 哎呀 没有大夫 没有专家 儿科呢 说是那肩胀 头疼了 那你就先做个脑CT吧 还有就是化验一下血 然后这两项我们都做完了 可是报告单没出来 正好我们今天就预约了一个专家大夫 明天周一嘛 明天我们就约好了 是明天上午过来 因为这个脑子上的问题 太可怕了呀 你说是吧 没事 我跟你说 往往有个头疼呀 二手呀 很正常的 两天的洗净一炸的 问题我觉得他这个头疼啊 次数太多了 半年之内有四次 无症状 就是没有任何的感冒呀 什么这些的 而且他是 不能躺着 只能站着 站着就好了 躺着就不行 这啥事呢 明天再过来看看吧 明天看看 明天来了再看看 今天反正是 也不知道什么结果 那个单子拿到我们手上 我们也看不懂 明天呢 我们就知道结果了 应该没事 应该就是脑神经上吃 开点药 吃点药就好了 老天保佑吧 走吧 回吧 现在天都黑了 天哪 病天血涕的 我们是到波容奇这边的 这个医学院来看的 好了 亲爱的家人们 就大概就剩个情况 明天就知道结果了 好了 那我们也回家了 那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